但是不用太擔心 OK 法西斯主義不太可能被右派或者保守派掌控 事實上就是整個西方世界都在被這樣的東西侵蝕 在美國 我們可以看看加拿大 看英國 看法國 看一看這些西方國家 就可以知道 我們很有可能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樣子下去 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個新聞還沒有在美國大肆的被報導 這是來自Daily Mail的新聞 一位退伍軍人 因為轉發了一個用驕傲旗做成的納粹萬字旗的圖片的推文 因為會造成焦慮 Causing anxiety 的罪名遭警察逮捕 Daren Bradley 51歲 控告了這個 Hampshire 的警察局 觸犯了他的言論自由權 所以說一個完全不平衡 所以一個完全不平衡 戰士會被刪斷 被刪斷了 為一個社會的社會 被刪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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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抗亡 他沒有做任何 這是一個人 他關於我們的國家 你人們 是一名的 你身邊是個不幸的 你這是一個平衡的人 這是一個平衡的人 这就是你 他们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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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 是这个 董事宽吗 这是 董事宽 这就是 这就是 是 这就是 董事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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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eza 这就是 为什么 人 董事宽 像納粹、德國人、德國人 我們在1937、38 他們在做的就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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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成為了名字 沒有錯 逮捕這個人只因為 他在網路上發了一張圖片 在他自己的板子上發了一張圖片 就證明了這些警察 其實是跟納粹一樣的 是為了左派的權益 來打擊普通人民的手段 這些警察的行為 只會證明這個英國的老兵 發出來的圖片有多正確 有多真實 這個影片也證明了 現在英國的警察就是 被左派這些LGBTQ的人 掌控的組織 如果這個還不夠真實的話 你認為或許這個老兵 是真的做了什麼之類的 你可以看一下下一個影片 下一個影片就是這個警察自己說 我們抓你不是為了任何事啊 就是因為你的推文 讓人感到緊張啊 沒有 不是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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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知道 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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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發的社交媒體推文 讓某人感到緊張 一個人可以用手銬靠起來 關到監獄裡 只因為他發了一張圖 讓別人感到緊張 在這裡我看到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那個警察的回應模式 回應方式 一個聲勢的英國槍 當然是因為你發的搞笑圖片 讓別人感到很徬徨啊 這種感覺就是當然啊 對不對 這還用解釋嗎 你讓人感覺不舒服欸 對不對 緊張欸 就是會被抓起來啦 你有什麼資格 傷害這些搞不清楚自己性別 又玻璃心的這些變態呢 你都做成這個樣子了 你還要我們警察怎麼樣啊 對我們來說 完全不合理 完全不合法 甚至可笑愚蠢的事情 對他們這些警察來說 是理所當然的 是天經地義的 因為當好警察都被逼著要離開警局 維持正義 打擊犯罪的警察 都因為新冠肺炎的這個疫苗 全部被逼著離職之後 留下來的會是什麼樣的警察 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就是他們執勤的時候 他們穿著制服 一個警察摟著一個半裸的男人 執勤的時候在大街上跳舞 當然我們美國 是沒有任何資格說這些的 沒有任何資格說什麼的 我們的警察 甚至對著打砸搶的暴徒 下跪磕頭 而且我們笑不出來 只因為一個網路上的推文 就被警察逮捕 我們這邊也快要發生了 我們北邊的鄰居加拿大 只因為牧師星期天打開教會 就被抓起來 很快我們就會被說成是 我們在打壓LGBTQ的危險人物 我們的大學工作場合 基本上已經變成這個樣子的 極權納粹的法西斯執行方式了 拜登政府已經設計了 修改Title 9條例 就是讓男人可以進去 你女兒的這個大學更衣室 跟你女兒一起洗澡換衣服的 如果任何人讓那些想要 跟你女兒一起洗澡的性變態 傷心難過 而且受傷的話 這是一個可以算是重罪了 而且是聯邦級的 因為現在這些人 是屬於國家的寶物 國家的寶藏 寶育類動物 跟中國大陸的大熊貓一樣珍貴 不可以讓他們難過 你不可以讓他們感到